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再次讲过 在地球的大气层 上方五十五里 一直到五百公里以上 这个地方的空气比较稀薄 它受到太阳的紫外光 紫外光的作用 然后呢 它就分解 它就说分解成为变子跟正义子 但是它分解的时候 本来是中性的 分解成为每一个分子 分解成为一个变子跟一个正义子 它们它的总和的变子 量开始流 所以一般都是一种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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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的日人运动等等 那么分开以后呢 分子分开以后 气阳分子分开以后 都变成为电子跟正义子 所以在任何一个区块的空间 就是说区块的空间 就是说区块的空间 可以量度的大小的空间里面 在任何一个区块的空间 可以量度的大小的空间里面 就是说区块的空间里面 都是一个七本电子 1.6×10 19之方 互容 我们一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表示 这个圈圈代表正义子 这个黑点代表电子 那一般它都是中性的 像这个也是中性的 本来呢 这个点呢 是在这个 我们也在画的这个圈圈 上面表示它是中性的 一般 但是它会受到某一种的表动 比如说受到一种的电场作用 就把这个电子呢 推到这一步来 正义子呢 当然会受到这一步 但是它的质量 比这个电子大很多 所以我们就忽略 可以忽略它的移动物体的 或者说 这边其实这是中性的 正离子跟负离子 所以有负离子跑进来了 于是这个区域呢 就带负电 这个区域就在正面 没有受扰动的地方都还是中心 这个时候因为这里是正面核 这个地方是负面核 于是会产生电场像这个方向 我们设定这个方向 x 方向 上面是 y 方向 穿出黑板面的 穿出鱼物是 z 方向 所以它的电场 我们用 bx 来扭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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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因为有电场 电场在这里 所以呢 这个电子和这个正面 都会受电场的作用 太阳 正面子 它是它的位移不显著 因为它实在很大 那么电子跟它比较起来 它给力度非常显著 就是电场的力度 再往,就朝這一邊跑 這邊,比如說,填封是靜止的 然後越來越看,越來越看 然後到達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速度最快 於是它的慣性,就再往這邊跑 就是這個黑點,就回復從這個區域來 這個區域 那就變成,這邊,這邊,這邊 所以這個時候,電腦就是朝一 以X,就是朝X的負方向 所以,受搖動的電力層裡面 它的電腦呢,它是一種震盪式的電腦 你記住嗎? 是震盪式的電腦 那現在,我們就假設 我們就算一個單一的電腦 所以,受到這個電腦 就是VX 它從X方向的話,大小是V 所以,我們就用這些X 所以,它的,根據牛登之類的經率 V,就是V的來源 V,就是V的來源 因為它帶有一個基本電腦 電腦上這一邊 所以,V的大寫,是E乘DN 它在那裡 M,A 根據牛登之類的定位 M,就是電腦的實量 A,加速度 加速度就是位置的A 時間二次的函數 這個是根據牛登之類的定位 然後,現在我們就要看 這個電腦到底是多大呀 那電腦多大呀 我們剛剛講 它,這部電腦都分開了 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 那電腦是多少 這個多大呢? 我們用高速地域 高速地域的積分式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高速地域 高速地域的積分式 這個是一個立體的 我這裡也沒辦法畫 就畫出一個框框 它有一個 從這邊到這邊 它就是說 在這個體域裡面 封閉體域裡面 只有這一塊的電客 是 代附電 這裡都是 0 它中心 那麼 我們說 我們取一個這麼大塊的 封閉體域 那這個是封閉面 它的接面 這個接面 大小是A 大寫的A 然後 從這裡到這裡的距離 是X X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高速地域寫 來 這個本來是一個圈圈 你們講一下 這是一個圈圈 我這裡不用辦法 這個電腦 整個出來 這是高速地域 電腦 從這個封閉面裡頭 所鑽出來的總圖面 是等於Q and close overdip 是等於這個封閉面裡頭 從電鶴 就是 靜值 就是 正電和負電 可以加加減減 它的靜值 對 X 這是高速地域 好 那麼 現在我們就 分開來做 左邊算一轉 右邊算一轉 左邊這個氣氛呢 那我們說 這個電腦 剛剛看 它就是 草子說 X方向 現在 X方向 所以這個高速地域 高速地域 如果像我們剛剛 畫的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 是一個 壁體的 壁體的 那麼 這個 這個面 跟這個面 都是跟電腦平行 它四個面 這一側 這一側 那一側 放面跟下面 都是跟EX平行 所以呢 這個 Flex等於0 所以它說Flex 為什麼呢 從這裡 電腦 從這裡進去 從這裡進去 這裏呢 電腦 就是中性的 就是中性的 只有這個地方 有正負 它代表 有正負 所以電腦從這裡進去 這個地方就沒有電腦出來 沒有電腦出來 於是我們就可以 他說 這個 Total structure Elective structure 是等於這個 界面 就是 TipH 只有 前面的這個面 的 TipH Q Enclosed Overnight 那麼這個 當然 我們 要再考慮 就是 H 然後這個呢 TipH N It is N V A TipH TipH H TipH TipH ima N N 達成 TipH 單位面積有多少電子 每一個體積的電量是-1 它是電子負電 從它這個體積就是Q和Q 它是一個磁電 左端等於右端 就把這個跟這個相等 相等以後我們就把A消掉 所以EH給-ENE 除了X都變成A 我們就把這個電子的值算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EH 帶到這個領過去 這是動力方程 在那邊去 在那邊去 那麼 第一 平方X都會VT 這個M 除過去 出過去 M1甚至E M1 然後M1 再把這個東西成功 它就變成一個二次的線性的 原本風程 這個題 我們都知道 解析運動就是這樣的一個規矩 對不對 好 因為這是一個層次 我們就令這一項 這一項 這一項等於Om2 Om2 Om2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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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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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P4 P2 P3 P3 P4 P2 P3 P2 就是電箱的自然震盪頻率 自然震盪頻率 只要一挫開以後 受搖動以後 它裡頭就會產生一個電腦 於是看見這個震盪 電箱的頻率 震盪是這個樣子的 現在我們就要看一看 如果我們有一個 Electromagnetic Wave 它在Tasma裡面傳播行進 或者是說 這個 就是說 現在有一種導體 它跟我們以前講的那個導體不一樣 以前我們講的導體 它就是一個電傳導星座 Sigma 然後它 Y Y C 來表現 現在我們以前說 現在這個械子的電箱 那電箱裡面 電箱裡面 如果要有一個 Electromagnetic Wave 的話 Electromagnetic Wave 應該是怎樣的一種形態 現在我們談到過 我們談到過 在這個 介電池裡頭的電磁波 也談過 導體介電池裡頭的電磁波 那現在電箱裡頭的電磁波是什麼呢 那裡頭我們講這個 介電池的電磁波 我們就要看這個介電池 底頭 我們講的它是什麼 沒有電荷 也沒有電流密度 然後它有些 X0 Nu0等等 就是我們用maximal equation 來導體介電池裡頭 我們算是用性次法 用比較的 就是它跟導體介石跟介電池 差異在哪裡 我們把這些差異找出來 然後化成一種相同的形態的方程主動 於是我們得到這個電磁波 那現在呢 現在電磁波裡面怎麼辦呢 在導體裡面我們知道 導體它裡頭 裡頭沒有這個 電荷密度 它這裡頭 可能會有電子 所以它導體會有這個 全有Curring的樣子 那現在在這個電磁波裡面 我們也要看一看 電磁波裡面 它的Curring density是什麼 它的Charge density是什麼 我們要考慮這個 在我們以前講的 洩電水裡頭 這個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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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導體介石裡面呢 這個水裡 這個水裡 對不對 現在呢 電磁波裡面 這個水裡 這個水裡 我們要把這個 找出來 以後 我們把 它的這個 參數 都弄 都確定了 然後我們把 麥克斯 一推均 來 寫出來 然後整整倒出來 好 那現在我們就 在這裡 我們講的是 電子運動的 位移 速度 位移的速度 都是 實學形態 因爲 我剛才講的 里頭的電場 是一種 震盪 這是一種 一種 Singlethormonic motion 的狀態 所以 它裡頭的電荷 也是在那種 震盪 它也是一種 實學形態 也就是 體有關係 那麼 有電荷在移動 它就有 Curring density Curring density 當然 也是一種 實學形態 所以 我們根據 這不是 亂角色 那麼 我們根據 我們 看到 我們的 情況 角色 J 它是一種 實學形態 實學形態 我們就可以 寫成 這種形態 這個是什麼 只有 Space 這個 是 T有關 C 那麼 Current density 它 應該等於什麼東西呢 它是等於 Total 以為 油揚窗 摘子 對它 就是 整個電子 整個 電子 定度 層上電荷 就是 單位 體積 單位 體積 我們不要這麼合理 所以在普通的時候 J 等於什麼?N,E,B,N,F J 等於Sigma,N,E,B 如果你代電子有很多種的話 那它是N,Sigma,N,E,B N就是代表每一種電荷 它會起機有多少個 現在只有我們這裡說 只有什麼? 電子只有電端 它就是這個東西 好,於是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N,E 寫在這裡 主義呢 我們是講說速度也是時協形態嗎? 速度也可以寫成 它的space power 跟這個timing power 然後去real 對不對? 於是hurry balance可以 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Charge density 這也是時協形態 它的密度 這是一個空間 有關的 就是時間有關的 其實它會有關的 它是等於 當位體積裡面 有多少的電子 它が流暢 ts上的電量 就是Charge 它幾乎在電量 這個裡頭的N,Total 電子力度可以選擇N1加上RailN1 N1代表穩定狀態的電子力度 這個區域很穩定 電子力度是多少 穩定的時候 它的電子力度正好等於正電科的電量力度 移動的 這是在裡頭運動的這個電子 它的力度 這是它的向量形態 V 這個我們說過了 像這個 是十學習態的電子 電子力度的速度 V 這個理論的V 就是速度的飛手 像這樣 那現在 我們就加入這個 以及V 代表穩定狀態 這個 可以用V V 帶到這個Row裡面去 那這個燈 偷偷 你看看Row 等於這個 應該 等於這個 後來 它就 馬虎等於什麼東西呢 我們說 就等於 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是 剛才講的 它是 穩定的電子力度 穩定 穩定 穩定狀態的電子力度 好 那麼 這個裡頭的N1 被正離子力度抵消了 抵消了 抵消了就是 所以 它就是等於 1 乘上 這個 如果 1 乘上 這個 就是把 這一部分 不要 當作 它被正離子 中逢 對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形成 這個 N1 N1 乘上 9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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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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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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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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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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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7 7 7 6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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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7 8 8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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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10 9 1 10 1 100 1 10 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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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10 10 1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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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reflect這一項 就是剩下這個大N1 然後 vue 這項就 vue 這個整個就是等於 N1 N1 V1 Space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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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這關節就改變了 차�atureばughened 現在不是增加 現時代著關節前往外轉 情況 變小 變小的話應該是負 karatureばughened 隨時推價 我們將 J等于Nb,要等于负能。 Charge density等于这个东西。 Charge density是J。 Parsure over partial T, J,Omega,它是Omega, 然后,Loon,这个,甚至可以画成这样。 因为两边都有E, 就是这样,就是最武士。 你会用到方式面语。 然后,我们再配合动力方程式的向量形态, 就是F等于A了。 F,它的力量的来源是A。 然后A呢,可以写成这个。 刚刚就写了这个。 M1,Dx,D固化X over dt,固化。 我们把Dx over dt 看成V。 然后呢,再来一个Dx over dt, 再D over dt, 那这个,我们就用Ragual depth,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Dynamic Equation, 它的向量形态。 那我们现在把, 我们现在把, 6是, 第一是, 消去V。 6跟这个, 把这个V消架, 随便把这个V带进去。 把V带进去, Curl J, 这一项。 然后我们就, 就定了这一项。 N1, 乘在F, 1的平方, Over m1, 乘在N0, 叫做OmT, OmT, 3, 4, 5, 10, 9, 10, 9, 那現在我們就要看它的IPSU 你看我們真空裡頭 真空,不是真空 就是界電子裡頭 我們用IPSU用這個 我們就把這張來講 DIPSU用 恐怖異物的 然後在導體界這裡面 我們用IPSU C 現在在這個電箱裡頭呢 我們用IPSUAL-D D是在電箱打卡 我用這個 我們這次也叫做IPSUAL ASEMPTI 有效的定能率 它就是文率 IPSUAL VIRAL 一解 這個東西 是 这一下 用Active P 或Active Dive 所以这个视组它就变成成了 这个东西用Active P 或Active Dive 这个就是我们把它的 按摩地圖畫成這個樣子 由第三、第五、第六、五、四 我們又得到Divergent J 160 第三、第五、第六 第三 第三、第五、第六 第六 這三是 自己會去畫一下 我們就得到Divergent J 160 Divergent J 160 這個 這個 跟以前講的很類似 對不對 如果真空的話是J 160 如果是 界列式的 如果是 導體界列式的J 160 會打這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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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Divergent J 等於 成長的高速定位 就是 就是 所以 第二 是 以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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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高速定位 你看 高速定位 素材高速定位 法拉列定位 按摩地點 這個 就是它的 Maxwell equation 方程式 從電箱中的Maxwell 方程組 我們就可以導出 從這種方程式裡面 我們可以導出 它的微分方程 這個東西 這就是 Second Order Vinient Differential Inclusion 看到 這個 如果是 場數的話 就是 Second Order Vinient Differential Inclusion 我們看 這個是一個 場數 然後 Veta 等於 跟差不多 這個 Veta 然後 然後 我們把 Exceptive Dif 再進去 然後 我們再把 因為這樣很麻煩 我們就把 這個 分數 令它 很大的 X 在 這樣的話 非常 容易 我們應該 Vinient Differential Vinient Differential Vinient Differential 就是這種形態 這個我們做很熟悉 這個 這個 Veta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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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的 磁場 你知道 電場 你盡量要求磁場 那 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行這個 去H場 那我們就知道 去C 電場 那麼 這 Beta P Beta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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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有波圖康,不有波圖康 這個,被不有波圖康埋除,就變成這個H 啊 我們將個研究及就何重 wahrscheinlich 所有的護膳品 都在和n鏈機上 加 Create 協證 sizin並且渡濟 加最準0f 是啦! 是高車的 Value的這個 The first value value 是這個 那我們 把它開進去 Gip to zero 有一個Gip to zero 這個 這個呢 A到零 就是 在聖書裡面的 故里有佛普看 就是一百二十拍歐姆 或者是三百七十七歐姆 這個 這個就是 殿疆的故里 佛普看 好 好 那麼電漿頻率呢 它就是Omgp的二拍來除 Omgp 我們剛剛講過 是這個東西 然後 這個就是電漿頻率 那麼我們看 電泥層或者電漿的等效電圍 就是 它的等效電容率 就是 我剛剛講過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等效電容率 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使用這個的 現在 我們把 這個Omgp 因為Omgp跟Fp 從正比 所以 就可以化成這種質感 就是 化成這個質感 比較 比較 好用 因為我們講這個 電磁波的時候 用它 那個 Frequency 是多少的 Herts 多少的Megaerts 多少的Perts 等等 好 那麼 電磁波 在電磁波 在電磁層中的傳播殘柱 它的Programmation constant 這個要 就是 Dips and P Dips and P 就是這個 原來 原來 原來我們說 Omgp 現在 這裡 都是用 Frequency 表示 固有 波主看 也可以 形成這種 形式 也可以用 Frequency 來表示 從這裡 我們可以 看出一些 電磁的特性 P 我們看 第一個 大家看出什麼 當F小於FP的時候 FP就是電磁的自然症狀頻率 F就是我們送出去的電磁波 我們送出去的電磁波 如果 F小於FP的話 我們看它在幹嘛 你看 基本上是個虛數 這裡是個虛數 結容 如果 這個 你這個 F小 那 重量 這一小 一大 對不對 那 這個就是這個 它跟它 就變成虛數 譬如J J J乘J 就變成實數 所以這個 γ 就變成一個 純的實數 純實數 純實數的話 它只有 ARTA 就沒有配達 因為NAMA等於ARMA J J 所以電磁波 只有摔減 就是說 它進到這個區域裡頭 的時候 這個區域的 Pasma Frequency 比 這個電磁波的 Frequency 來個 大 那 它就 分分成波 在裡面傳播 它就 它就 不斷的摔跌 摔跌 它已經 就沒有信號了 它只要能量多一點就沒有呀 能量還在呀 就把能量進不去呀 就出來呀 就反射出來呀 或者是折射 就變成這種 肉 繞出來 好 第二個 我們去看看它的 度有多處 它 有水 好 你看 這個 类 agora 與它 就是*** 尤發現 零 零 零 所以 右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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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tive load 它不是一個層的電磁 它是一個reactive load reactive load 像我們的電容器、電桿器 它會儲藏電磁 它半周期突然電磁 因為半周期就把電磁放出來 所以它不斷地突然放出來 它不傳遞 因此FP 這個時候呢 我們稱之為 cut down C-bind 如果是這個 upide upide的這個frequency 比自然頻率小的話 就過不去了 這個叫做 截止頻率 cut out frequency 我們看 F大於Fd的時候 這個比它大 那這個是一個磁數 磁數的話 成長接近的是純 純個是個純虛數 純虛數 那麼這個電磁波 在電磁裡頭呢 就會傳播出去 可以傳播 而層會摔直 但是我們假設它 沒有什麼噴狀 它有噴狀 但是Pu很小 我們假設它沒有 OK 那麼我們如果把 這個電子的值 基本電量 跟電子的質量 還有y0 帶到這個 Fd裡面去 就得到這個 這個關係 那麼 就說 帶到這個 這個 這個 Fd 九倍 N